武登祥,今年41岁,双目失明,在双流一家盲人按摩店工作,由于身患残疾,没有哪个姑娘能看上他,于是他一直单身。 武登祥平时为人老实真诚,这让店老板看在心里,就决定帮武登祥介绍个女朋友。 店老板给武登祥介绍的这个朋友,叫叶青,同样是一位残疾人,不过跟武登祥不同的是,叶青患的是诸如症,身高只有62厘米,人称秀珍女。 我是用的真实话来告诉人家,成功就成功嘛,不成功就算了嘛。 或许是因为同病相连,也或许是相同的志趣爱好,两人在一来二去的电话交往中,慢慢地插燃了爱的魔花。 当时我打电话,我说我喜欢你,我说好喜欢你,当时我都是很大的勇气说的。 他在身上,我觉得心地比较善良,比较鲜慧。 当时我曾经说过对方,我说哪怕有健全人,他再多钱,哪怕有陈修房,啥子都有,这一群人,我一定愿意选择,我不可能选择,他去了不,因为我觉得那是真来。 不过两人的交往却遭到了双方家人的反对。 这天,武登祥决定带叶青回一趟心惊的老家,希望借此来说服家人。 我今天第一次坐到你的身上。 嗯,这是第一次嘛,这就是爱的感觉,第一次到,第一次到你的心惊。 对啊,当时我当导游啊,你去看心惊的,最好,比如说花五人间啊,你去游一下嘛。 听说叶青要过来,武登祥的兄弟姐妹早早等在家里。 不过,当看到身高只有62厘米的叶青时,武登祥的二姐首先表态反对。 武登祥告诉记者,考虑到叶青是个袖珍女,而且还不能独立行走。 这在村里人眼中,几乎等同于一个废人。 万一早过去。 那 optimization一个意思就是说了,只要你要行,你要打得出来,要结婚了,你就摸多了万一。 你听不听,这种估计的应该。 你还是送他回去,等他妈妈找看,你还是住你的活儿。 你以后心惊的就陪她刷一点,你找看她。 这不是两拳今日,这不好。 虽然家人一再劝说 但武登祥和叶青却一再坚持 没办法 武家人只好同意两人再交往看看 这天是个礼拜天 武登祥提出要带叶青去春夕路逛逛 因为他们在一起以来 两人还从没像其他情侣一样逛逛街 压压马路 武登祥觉得不能亏欠叶青太多 但他也知道 在正常人看来 轻而易举的事情 对自己却是一个挑战 但他仍然选择继续 等叶青打扮好后 武登祥准备抱叶青到门口的轮椅上 由于看不见路 两人费了很大的劲 才成功走出家门 叶青指挥方向 武登祥推车 一个扮演眼睛 一个扮演双腿 虽然吃力 但两人却很开心 很快乐